潘多拉是个美严无比的女人 男人为她杀人,为她死 但是她却从未爱上过任何人 直到她遇到了德里克 德里克是个活辣三百多年 被诅咒永远漂泊的人 只有找到一个愿意为她死的女人 她才能接受诅咒 两个如此特别的人相遇相爱 注定是个别样的故事 大家好,欢迎来到阿尼泊鞋游馆 今天就为大家分享这部 悬疑奇幻爱情电影 潘多拉与飞翔的荷兰人 电影故事发生在上世纪初 西班牙一个港口小城 小城有个女人名叫潘多拉 她风情万种,优雅迷人 当时有三个男人都在追求潘多拉 一个名叫雷吉 是个玩户子弟,经常酗酒 一个名叫斯蒂芬 是个赛车手,为人相对比较正派 另一个名叫胡安 是个斗牛士,有严重的暴力倾向 第一个向潘多拉求婚的人是雷吉 他也是潘多拉最不喜欢的人 所以也被无情地拒绝 没想到雷吉对此早有所料 他早在酒杯里放了毒药 但雷吉所谓的壮举 并未引起潘多拉丝毫同情 没过多久 名人的笑容就再次爬上了潘多拉的脸庞 这让潘多拉的好友珍妮非常气愤 斥责她冷血无情 可是潘多拉认为 雷吉性格孤僻总是谈论死亡 迟早会有这么一天 而且潘多拉还认为 珍妮之所以生气并非为了雷吉 而是因为雷吉死后 珍妮认为潘多拉就会转向斯蒂芬 而斯蒂芬正是珍妮喜欢的人 所以她才这么生气 这番话一下子说到了珍妮的痛处 更让她伤心的是 斯蒂芬还当场接受了潘多拉邀请 要在这天晚上和潘多拉一起到山顶三心 潘多拉后来也询问斯蒂芬 为何她不和珍妮结婚 珍妮可是一个好姑娘 斯蒂芬只说爱情要讲感觉的 她就是喜欢潘多拉 而且为了赢得潘多拉的爱 她可以去做任何事情 潘多拉听后 便看着斯蒂芬最为珍贵的汽车问道 斯蒂芬是否愿意为她 将心爱的汽车推入大海 斯蒂芬虽然有点诧异 但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她 于是两人就合力 把这辆价值不菲的赛车推进了大海 事后潘多拉也兑现了承诺 同意几天后嫁给斯蒂芬 珍妮的叔叔杰弗里得知此事后 也为他们感到高兴 正好几天前 杰弗里还看到一句希腊谚语 横廉爱的标准 就是看对方愿意为另一方放弃什么 潘多拉觉得这话非常贴切 也证明斯蒂芬真的爱她 三人回去的路上 正好发现海上有一艘孤独的帆船 杰弗里作为考古学家 不禁想起了一个传说 据说有个被诅咒的船长 常见一个人在海上漂泊 每隔一段时间 她就会到陆地寻找自己的真爱 只有找到一个愿意为她死的女人 她才能接受诅咒 不料沿者无先听着游异 潘多拉竟被这个离奇的传说深深的吸引 后来她竟脱去衣服 独自一人向那条帆船游览过去 潘多拉冲着帆船喊话 结果没有应答 她与世爬上帆船 只见帆船上空无一人非常安静 潘多拉与世拿起一条帆布皮上 然后走进了船舱 只见船舱里有一个男子 正在神情专注地作画 潘多拉和她打了个招呼 她只是看了潘多拉一眼 然后告诉她说 隔壁房间有毛巾和衣服 潘多拉换上了衣服以后 便做了自我介绍 那个男人也回应说 她名叫德里克 是个荷兰人 这时潘多拉注意到 德里克正在画的人物 正是希腊神话中的潘多拉 这和她的名字正好一样 更加奇怪的是 画中人物的相貌 竟然也和自己很像 对于这种利息的事 德里克直说 这仅仅是巧合 不过潘多拉随后就感觉 画中的人根本不像她 但她倒是想成为画中的样子 德里克于是说 这是因为潘多拉 一直没有找到自己 真正想要的东西 所以用愤怒来平息这种不满足感 德里克的话 有点激怒了潘多拉 她一怒之下 就毁掉了德里克的画像 结果德里克并没有生气 她说她很久以前 就不会再生气 德里克的古怪和神秘 不禁让潘多拉多了几分性质 她和潘多拉认识的人都不同 甚至和时代格格不入 后来斯蒂芬和杰弗里来接潘多拉 潘多拉临走时自作主张 约了德里克日后见面 德里克也并未拒绝 后来斯蒂芬正得潘多拉同意后 就把汽车唠唠上来 好在车辆的损毁并不严重 休一休还可以派上用场 而在这段时间 德里克也住进了附近的酒店 她喜欢独自在屋外 聆听潘多拉在屋内弹琴 她时而狂喜 时而又满脸阴霾 好像心事重重 这让杰弗里非常好奇 不过杰弗里能确定的是 她和潘多拉竟然已经相爱 当时杰弗里刚刚发现了一本 荷兰语的古老手稿 手稿中正好写的是 《那个飞翔荷兰人的传说》 因为是古老的荷兰语 杰弗里并不能全部看懂 不料德里克听后显得心事重重 好像想起了什么 不过最后 德里克还是替杰弗里翻译了这本手稿 大约在十七世纪时 有个名叫德里克的荷兰船长 当时德里克有个美丽的妻子 她非常爱她的妻子 可是有次出海归来时 她发现了妻子的不忠行为 德里克一怒之下 就杀死了自己的妻子 她很快就被抓了起来 并被判处了死刑 德里克很目服气 说她对自己行为没有一点后悔 她抵视信仰嘲笑天堂 也不需要任何怜悯和正义 她甚至发现说 哪怕一个人永世为人 在人间寻找到世界末日 她也不会找到一个忠诚的女人 德里克的疯狂得罪打身 她随后就受到了惩罚 她的身体已被处死 但她的灵魂却留在了人间 而且沈海告诉她说 她的妻子其实并没有对她不忠 作为对她狂妄的惩罚 她将如她在法庭说的那样 她将永世为人 永远孤独地航行直到世界末日 除非找到一个愿意为她死的女人 才能解除诅咒 从那以后每隔七年 她就会上岸去找这样的人 但她从未找到 诅咒依然继续 她想死也不可得 当德里克生情病茂地 讲完这个故事以后 杰弗里也终于意识到 她正是传说中的那个人 杰弗里不禁问她 潘多拉是否是她要找的那个女人 德里克说她也不知道 这取决于潘多拉愿不愿意 为她而死 不过当时 潘多拉眼看就要嫁给斯蒂芬 德里克觉得她并非那个人 所以过几天就要走 潘多拉想留她参加自己的婚礼 但德里克并未同意 后来另一个喜欢潘多拉的 都就是胡安回到了故乡 胡安一身荣誉 是这个小城当日无愧的英雄人物 她和潘多拉曾经一起群演 也在那时爱上了潘多拉 但潘多拉现在早已订婚 只好提醒她往事休提 但是胡安不是个轻易放弃的人 她非常自恋和专断 随后她就向潘多拉等人 表演了一下斗牛 她似乎想告诉潘多拉 除了自己任何人都配不上她 胡安的母亲是一个吉普赛人 这天她专门为儿子的朋友们 说拿一挂 结果却很不理想 虽然她一个字也没有说 但表情已经告诉大家 她不喜欢儿子的这些朋友 胡安当然非常生气 其他人倒无所谓 但母亲对潘多拉的态度 让她无法接受 后来斯蒂芬再次向自己的 速度记录发起来挑战 结果不幸的是 赛车的水箱中途出了问题 本来她可以忠实挑战 但在潘多拉面前 她不想放弃 好在最终有惊无险 斯蒂芬再次破了自己的记录 不料在秋宫宴上 珍妮借着酒劲开始发飙 她痛斥潘多拉根本就不爱斯蒂芬 只是在玩弄她 同时她也痛斥斯蒂芬如不可及 被人迷住了心智 潘多拉这种女人 迟早有天会害了斯蒂芬 其实珍妮说的一点没错 潘多拉的确不爱斯蒂芬 只是斯蒂芬那次的举动 让她感动 她才答应了求婚 而她真正喜欢的类型 其实是德里克这样的人 她学识渊博历经风霜 又淡然一切至深物外 仿佛她只是活在这个世界 心却在世界的尽头 这些特质正好和潘多拉非常契合 她同样对这个世界 但又斯斯倦意 喜欢不上任何人 而她追求的东西 又若隐若现 仿佛在世界弊端 德里克正是那个 在弊端的人 能带给她那种安宁 她的愤怒暴躁 只有在德里克面前才会收敛 潘多拉最后终于意识到 她这次真的爱上了德里克 德里克听后便问她 她是否会为了爱人放弃生命 潘多拉毫不犹豫 给了她肯定的答案 但是这个答案 却让德里克犹豫了起来 当潘多拉问她 她会为了爱情放弃什么事 她也毫不犹豫地回答 她会放弃自己的救赎 潘多拉并未听懂这个意思 其实德里克的意思是 她现在已经爱上了潘多拉 所以宁愿放弃自己的救赎 也不想害了她的性命 想到这点 德里克便准备态度 故意责怪潘多拉背叛了斯蒂芬 这让她非常卑视 德里克的话 成功地伤害了潘多拉的心 随后不久 潘多拉就下了决心 要嫁给斯蒂芬 但是就在这时 火完全让潘多拉取消婚约 然后跟她去玛德里结婚 他们将受到国王的借鉴 潘多拉虽然一再强调 自己是因为喜欢斯蒂芬 才选择了和她结婚 但是虎安并不相信 因为她那天已经看到了一切 潘多拉真正喜欢的人 其实是德里克 虎安曾经为了潘多拉 就杀过一个人 现在她并不介意 再次为了潘多拉杀掉德里克 潘多拉本以为 她只是一时冲动 在和自己开玩笑 结果那天晚上 虎安竟真的去了德里克的房间 她跟静俐落 一刀就击中了德里克 最后就不拉击刀 确认德里克已经死亡后 她又到隔壁杀了那条狂飞的狗 这才离开了这里 第二天一早 潘多拉来到这里时 发现了血迹 但是让她惊讶的是 德里克竟安然无恙 她说昨天晚上的确有人来过 而且杀了她的狗 这让潘多拉非常不解 虎安不可能只是杀死一条狗 后来在斗牛表演上 虎安看到座位上并没有德里克 所以她就确信无疑 德里克已经被她杀掉 然而在比赛过程中 德里克竟然又出现在她现场 这让虎安大为震惊 她也因此疏忽大意 被牛顶上 临死前她告诉潘多拉说 她确信自己杀了德里克 现在她也不明白 这是怎么回事 后来潘多拉来问杰弗里 她相信杰弗里知道点什么 杰弗里当然知道真相 但她一开始并不想说出来 后来她看到德里克 收起了船饭 马上就要启航时 她这才放下了心 觉得德里克已经放弃了潘多拉 她于是就把那本手稿交给了潘多拉 起码让潘多拉知道 德里克因为爱她才选择她离开 但是事情就是这么凑巧 由于当天没有封 德里克不得不推迟了启航的时间 正好这时潘多拉得知了一切后 又来到了船上 这时德里克已经把那幅画 做好了准备 她叫为德里克接受诅咒 成为她那个命令之人 那天晚上是个暴风雨之夜 杰弗里收到了一张德里克的纸条 她在上面写道 他们死的没有痛苦 充满了喜悦 杰弗里再次看那海时 发现那条帆船早已轻浮 其他人不用不知情 只当是德里克和潘多拉死于海难 电影也到此结束 好了 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 喜欢的记得点赞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